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范高的传记 荷兰画家范高作为西方现代绘画大师,家喻户晓 范高的每一幅作品在拍卖会上都能排在第一位 然而,在他有生之年,他只卖过一幅画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位传奇艺术家的传记 拿到范高传之后,第一感觉就是特别厚 足足有895页后,相当于新华大词典的三分之二后 将近90万字 但是这本剧著并非范高最为著名的传记 事实上,在这本书之前,还有一本薄薄的范高传记 由欧文斯通于1934年出版,名为《渴望生活的范高传记》 范高才华横溢,为人正直善良,饱受精神病折磨,疯狂作画,最后绝望而自杀 这个浪漫的形象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 这也是大多数人对范高印象最深的地方 但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可能会打破这个浪漫的形象 在书中,范高性格古怪,性格孤僻,动不动就跟人吵架,经常和妓女鬼混 书中也披露了他并非自杀的可能性 那么,究竟哪一个才是范高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范高传记的两个特点 一是基于大量的素材 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评价该书具有里程碑意义 比以往任何版本都更加全面和全面 因为该书的两位作者史蒂芬·奈菲和格雷格里·怀特·史密斯 都是哈佛法学院的毕业生 他们收集了大量的材料 这些法律工作者对事实细节的要求很高 这本范高传取采于数千封书信和大量文献 虽然只有两人署名 但幕后却有超过20位范高研究专家参与 另外,该书于2001年出版《艺术史研究方法》已相当先进 该团队还专门开发了一款分析大量数据信息的软件 使其内容更加真实可靠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写作的合理性 范高传与《渴望生活》不同 《渴望生活》是一部传记小说 它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虚构的 作者本人承认许多对话都是虚构出来的 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 虽然有作者自己的分析和猜测 但基本上都是以事实说话 没有任何感情色彩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传记 可能会更接近真正的范高 那么真正的范高长得怎样 我们必须把他的生活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阶段讲述了范高 在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大起大落 他是如何从牧师之家的长子 堕入社会底层的 这得从范高一家说起 1853年 文森特·范高出生于荷兰布拉邦特的一个 保守牧师家庭 范高的母亲一心扑在家里 对六个孩子的教育都很严厉 父亲更是一言九鼎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 所有的孩子都会听从命令 一起行动 比如说 他们每天都要集体外出 在镇子里走上一个小时的路 而且要穿得整整齐齐 每天的菜谱都是一成不变的 星期天只有几个菜 晚饭后一起学习家庭历史 轮流朗读同一本书 甚至还计划让所有孩子都能像母亲一样画画 父母把自己的孩子困在这样一个僵化的家庭里 生活基本上是一成不变的 通过高度连贯的生活方式保证了家庭的和谐和统一 这样的教育让孩子们养成了高度的依赖性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长大后分开生活后 还会有那么多书性往来的原因 有一种理论认为 如果采用绝对权威的教养方式 那么孩子就会容易产生自卑和易受压力的倾向 但是正如老话所说 十根手指的长度是有限的 范高是这一家人中的奇葩 那么 范高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 会是什么性格呢 他的精神状态如何 其实范高这个人 用一句话来说 就是不讨人喜欢 孤僻 古怪 敏感 易怒 他对家庭情有独钟 但他生性孤僻 不喜欢成群结对 当其他孩子 跟随母亲去拜访城里的体面人家时 他却独自溜进了荒野 生活喜欢收集昆虫和植物标本 喜欢躲在阁楼里摆弄收藏 一夜没合眼 最让父母担心的是 范高从小就喜欢偷偷溜出去 比如说 牧羊人和农夫的地盘 有时候 甚至会在半夜的时候 衣衫不整地回家 老爸老妈埋怨 这个儿子最烦人 就连庸人也说 他是家里最难对付的孩子 总是跟别人作对 眼见家教不能让范高听话 家长们只能寄希望于学校教育能起到一点作用 从七岁起 他的父母就把范高送进了公立学校 还有寄宿学校 但这些手段对范高没有任何影响 反而让他变得更加桀骜不须 最后 十五岁的范高没毕业就逃回了家里 这让他的父母很没面子 邻居们都嘲笑他是个没用的儿子 学习不容易 还是去工作吧 范高十七岁时 就被送到他叔叔开的画廊当推销员 之后的五年里 他在海牙 伦敦 巴黎的分店都换了一遍又一遍 最后还是被辞退了 范高之所以被赶出画廊 主要是因为他经常不辞而别 再加上他性格孤僻 不适合当销售员 所以工作表现一直都很差 对于范高的父母来说 这简直就是天大的丑闻 为了家族的脸面 他们一直在极力隐瞒 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在这个家里消失 范高除了性格孤僻之外 性格也是非常敏感和暴躁的 警察无缘无故地吵架 有个叔叔只是劝了他一句 让他自己赚钱养家糊口 这让范高勃然大怒 范高本人也承认 走进一位艺术家的画室 一言不合 甚至一眼不友善 都可能在五分钟之内引发口角 不过 这也使他经常感到孤独 不得不向妓女寻求安慰 只要花点钱 他就一定能买到 陪伴可以暂时解决寂寞 范高对这段不光彩的关系 有自己的一厢情愿的解释 他说他从妓女身上感受到了人性 范高还称赞妓女们的美德 称她们是善良的姐妹 说完她的性格 我们再来说说范高的精神状态 证据显示 范高父母双方至少有三位书白 及两位堂兄弟患有精神病 还有几位自杀身亡 金姐姐惠尔住进精神病院 将近四十年多次试图自杀 即使是范高最疼爱的弟弟提奥 在他生命的最后半年里 也出现了明显的精神错乱 在范高生命的最后几年里 他每隔两三个月就会发作一次 因此 范高的狂热和敏感 不仅仅是艺术家的感伤 还有精神上的疾病 不过他落到最底层的命运 多半是性格使然 那他是怎么从一个中产阶级的长子 沦落到了社会的底层 这要追溯到他第二次职业生涯的失败 换工作失败后 范高四处打零工 状态一直不好 于是转向宗教寻求安慰 在范高26岁的时候 一位来自李昂的牧师 讲述了工人们痛苦的生活时 范高非常震惊 因为当时欧洲经历了工业革命 带来的不仅仅是财富 还有劳动者所面临的非人生存环境 身为牧师之子 范高认为 宗教能减轻穷人的痛苦 因此 范高以李昂神父为榜样 下定决心 要走上宗教之路 他去了比利时博里纳日矿区 做了一名传道者 除了步道之外 他还与矿工们一起受苦 为矿工家属干些杂活 赶往矿难现场救援 他觉得自己吃得太好了 住得太奢侈了 就像矿工一样 吃黑面包 住在简陋的小屋里 把所有的衣服和钱都分给穷人 他认为只有牺牲自己 才能减轻工人们的痛苦 最后 他蓬头垢面 衣衫蓝绿 病入膏肓 但这种自虐式的修炼方式 教会是不会接受的 在教会的眼中 传教士应该是衣冠楚楚 衣冠楚楚 怎么可能像矿工一样拉他呢 教会对范高这种非专业的传教方式 非常恼火 因此停止了对他的任命 在华尔郎经商失败后 范高再次面临失败的职业生涯 情绪崩溃 经常哭泣 冬天的时候 他光着脚在外面游荡 父亲差点把他送进精神病院 在两个职业道路上都失败了的情况下 范高无所事事 迷茫中 他偶然捡起画笔 开始作画打发时间 在伯里那日休养期间 范高开始用铅笔作画来画矿工 随着画的深入 范高渐渐发现其中的乐趣 并且越来越着迷 他发现画画是他的新任务 但是很明显 他画的是矿工 农民和城市平民 而不是贵族舞会 他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 两次失败 让他的长子跌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 不过从28岁偶然拾起画笔 到37岁离世 范高在短短的十年间 便成为影响20世纪画坛的画时代大师 下一步 我们来谈谈范高人生第二阶段 从28岁到37岁这十年间 由于艺术与生活经验密切相关 我们就以吃土豆人向日葵 与新叶为代表的三个代表作品 来说明他在艺术上的成就 范高艺术大致可分为荷兰时期与法国时期 在矿区传教失败后 范高回到家乡荷兰 全身心投入到绘画中 开始了荷兰时代 就在这段时间里 哥哥提奥 每月给他寄五十法郎来支持他画画 这已经成了他们兄弟俩的习惯 范高先是在父母家住了两年 当地纺织工人和马铃薯农民 成了范高的常客 画中的女人嘴唇厚如牛 嘴巴尖如公鸡 鼻子朝天 这是范高心目中的农夫形象 给人一种野兽的感觉 就连农夫模特也觉得丑陋 更别提有人买了 但是范高并没有放弃 他一直在寻找比黑色更深的颜色 来表现工人和农民艰苦 肮脏的生活 范高忙着画人民画 与一位比他大十三岁的当地 劳楚女谈恋爱 但是由于家人的反对 他一时绝望 竟服毒自杀 这又给了父母一个沉重的打击 因为他们早已对范高失望透顶 半年后 父亲病逝 离开这个让他痛不欲生的大儿子 但是范高对他父亲的死病 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悲伤 因为1885年整个冬天 他都沉浸在吃土豆的创作中 这就是第一张图片 这幅作品被认为是 荷兰时期范高的代表作品 反映了范高这一时期 阴沉厚重的绘画风格 这幅画描绘了一个 简陋的农民家庭 晚餐的场景 画面中 一间低矮压抑的房间里 五个人围坐在一起 吃着一盘土豆 范高把他们的鼻子 后嘴唇都画得很夸张 脸上还带着一丝顺从的表情 整个画面就像包了皮的土豆皮一样 范高以深沉的颜色 粗广的笔触和古典的绘画风格 表达了他对体力劳动者的尊重 他把这幅画借给了迪奥 迪奥不喜欢他 喜欢的光线和色彩 其他艺术家更是直接指出 这幅画里的男人手臂短 鼻子只有一半 完全不像是真人 平心而论 这些批评都是对的 因为房间太小了 范高不得不做的离模特很近 这就造成了透视的偏差 但是 这幅画的伟大之处 在于范高将他的主观情感 融入到他的作品中 并加入他对农民生活的理解 粗糙的手 粗糙的鼻子 使画面显得粗糙 但这就是农民的生活 他们生活在黑暗和压抑之中 卑微 肮脏 卑微 他们只想着 劳作一天之后 能够吃上几个土豆做晚餐 范高说 这幅画的目的是 要把生命放进去 使得整个画面 都散发出牛粪的气味 但就是这一次不同的尝试 让范高走上了一条伟大的道路 整个西方艺术史 也随之转向 这件事以后再说吧 首先是几个月来 范高和他的兄弟 以及同乡们为了吃土豆 而争吵不休 老楚女为了范高 而自杀的丑闻 在当地持续发酵 人们对范高的谴责 与日俱增 范高无法继续留在家乡 于是去了巴黎 来到提奥 开始了法国时代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是向日葵系列 下面我们来谈谈 这个系列作品的游览 此时范高已是34岁 在这段时间里 范高的画风变化尤为明显 从荷兰土豆皮颜色的农民画 变成了我们所熟悉的 亮瞎眼睛的作品 这种转变主要是因为 范高一到巴黎 就受到印象派绘画的影响 印象派是19世纪 法国流行的绘画流派 以莫奈为代表 追求自然流逝的光线 提倡户外写声 范高喜欢用大胆的印象派色彩 但又不像印象派那样 只追求光与色 范高强调作品 要抒发主观情感 这就是所谓的后印象派风格 范高在巴黎的画廊 沙龙和颜料店 随处可见 年轻印象派画家的作品 他的弟弟提奥 早就收藏了不少印象派的画作 不知不觉间 范高的画风已经脱离了荷兰时代的风格 迅速向印象派靠拢 辛辣的红色 明亮的姜黄 强烈的蓝色 各种颜色在画布上燃烧 此时 范高的绘画风格已自成一派 他吸取了印象派画家 对色彩的运用 却又与印象派不同 范高大胆地将透视比例和形状都扭曲了 在他的艺术中 色彩与线条 并不是用来描述客观事实的 而是强调 情感的热烈色彩 范高用旋转跳跃的线条和笔触 表达了他内心的情感 在艺术史上 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这种绘画语言 在范高的代表作品 《向日葵》系列中 可以看到 他画的是一朵枯萎的向日葵 将每一片花瓣都放大 每一朵向日葵的花瓣 和灿烂的向日葵种子 在蓝 紫 黄三色的背景下绽放 每一朵花都像一轮小太阳 这种效果通过立体厚图的笔触来实现 那些花瓣不像是用笔图上去的 而是直接从颜料馆里挤出来的 给人一种立体的感觉 花瓣像是翻滚着 又像是要燃烧起来 透过《向日葵》系列作品 范高表达了对美好事物 短暂绽放的感慨 在巴黎时期 范高的作品源源不绝 除了花卉 镜物 街景等 他的作品都有自己的特色 但是不管范高怎么努力 巴黎的很多画商都不愿意买他的画 画商和同行们对他的作品评价很高 就算是提傲 也不愿意把哥哥的作品放在自己的画廊里 因为当时艺术界对于范高作品的批评 主要有三个 第一 范高的画与现实世界相差甚远 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 范高强调表达内心真实 而非在线自然 举个例子 范高在车水马龙的广场上写声 他的眼睛像是斜着的 他看不见人行道上长满了灌木丛 只看到盛开的家竹头 因为范高想要表达的 就是这种生命力 第二项批评是范高画得太快了 其他画家画一幅油画 需要好几天甚至几个月 范高兴致盎然 每天都能画出一幅他画得特别快 笔法粗广的作品 当时的评论家认为他太粗眼 缺乏思想 缺乏技巧 缺乏美感 第三项批评是 范高使用的色彩过于鲜艳 就像他的代表作卧室 亮紫色的墙壁 黄色的家具 红色的地板 绿色的窗户 橘色的被子 这种颜色组合焰节点 与配色原理不符 总之 按照当时的审美标准 范高的画一点都不像 一点都不精致 一点都不漂亮 但是这些批评 恰恰说明了 范高是多么伟大 批评家所推崇的美与精致 是西方艺术自古希腊以来 不断追求的理想美 和客观世界的精确在线 这种美在严格的比例 和规则下被约束着 比方说 拉斐尔 他画的圣母像 就是参考了几位女模特身上 最美的地方 这样的画法 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 才能达到 自然美和理想美的和谐统一 即使是印象派先驱 描绘自然界瞬息万变的光线 其本质 也是为了更精确地再现自然 西方艺术史的转折点 在于范高 自从前面提到过吃土豆的人 范高就不再追求先来后到 自然也就不再追求美 而是追求精神世界 他的绘画充满了主观的感情 这在当时当然是不能接受的 但是 几十年过去了 这种创意风格 已经开始让全世界为之着迷 后来的很多画家 尤其是野兽派和德国的表现主义画家 都有范高的影子 在范高去世十多年后 野兽派代表玛丽丝的作品中 我们能感受到 范高那种粗犷的笔触和主观色彩 但是范高在巴黎的时候 却遇到了很多的麻烦 两年后 范高突然离开了巴黎 通常传记中认为 范高的离开 是为了寻找更明亮的阳光 但是本书指出 范高离开巴黎的真相 并没有影响到提奥 原来 在巴黎 他们兄弟俩 就像其他艺术家一样 成天去小酒馆喝酒 到红墨房 去找妓女提奥的健康 关节疼痛 身体虚弱 范高不在乎自己的健康 但他担心这样的生活方式 会损害弟弟的健康 所以决定离开 离开巴黎后 范高前往法国南部的 阿尔范高小镇 在阿尔春天 他发现了大量的绘画作品 盛开的果园 鸢尾花 吊桥 夜间咖啡馆 落日的播种者等等 后来许多批评家认为 范高达到了阿尔创作的顶峰 他的个人风格已经很成熟了 而且可以自如地运用色彩和笔触 第三幅作品 《星夜》是范高离开巴黎后创作的 那时候 范高的作品还没有卖出去 寄给那些画商的作品 也没有什么反响 甚至有几幅 差点被扔到垃圾桶里 几个月过去了 范高一分钱也没挣到 只能靠提奥借给他的钱 每天吃几块面包 过得很拮据 阿尔的居民们 当然不会把这样一个脾气古怪 穷困潦倒的人 放在眼里 在孤独中 范高特别希望有一位朋友陪着他 给画家高更写了一封信 邀请高更一起工作 一起支付提奥提供的生活费 每个月给提奥一幅画 作为报酬 范高多次邀请高更在半年后才同意 巧的是 这里似乎是高更的福地 一到二号画廊的好消息 接二连三地传来 高更的作品卖出去了 赚了一千多件 这对范高来说是雪上加霜 高更的成功 似乎打消了提奥对他哥哥的信心 提奥不再苦口婆心地 催促哥哥创作畅销作品 信越来越少 但是除了艺术上的成功外 在妓院里显然更受欢迎 范高只能羡慕 在日常生活中 不管是谈艺术还是谈天气 都会让人感到兴奋 范高和高更老是不能在一起的 每天都要吵上一架 对于高更 范高有一种复杂的情绪 一种是嫉妒 一种是成功 一种是恐惧 一是害怕高更离开之后 自己会更加孤独 这些情绪一直在折磨着他 高的神经本来就不健康 范高发现自己出现了幻觉 而且越来越严重 他说看到空中有东西飘来飘去 有时候又像是被绑在椅子上 动弹不得 这几个月来 他时而暴躁 时而一言不发 时而一言不发 最后一击 彻底摧毁了范高 1888年12月23号 范高收到弟弟 即将结婚的消息 可以说是 范高最害怕的事情 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只有提奥在精神上 和金钱上支持过他 弟弟一旦成家 提奥自然不会把范高 放在第一位 范高预感到 他会失去他的好兄弟 高更终于忍受不住 范高的神经病 提出要离开二 范高被这两个消息 刺激地发疯了 在幻觉中 他回到空荡荡的房子里 从镜子里割下一只耳朵 用报纸包住耳朵 送到高更长去的妓院 最后失血过多 昏倒在地 范高在戈尔事件之后 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时不时会有精神疾病发作 但只要他清醒 范高就会继续作画 一年半的时间里 他已经完成了150多幅幽画 他的代表作《星夜》 正是在这种心态下创作的 在这幅图画中 范高的目光直冲天际 直抵天际 深蓝色的夜空中 黄月和星辰都被无限放大 就连带克燃烧着火焰的柏树 也被放大到了极致 它们像是一个巨大的漩涡 随时都会爆炸 也许这就是范高内心挣扎 和幻觉的体现 现实与虚幻在他的脑海中 交织在一起 更奇怪的是 如果你在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前景里的小镇 用短小而清晰的笔触描绘出来 如果只看小镇 就会发现 这里一片祥和 与疯狂的宇宙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这一点上 本书还以一百多年后的医学研究为例 试图解释现代医学中 神经风暴的理论 范高的图像表明 他的认知机制 已经被异常神经元破坏 他所看到的世界是错误的 不过 我们还是要澄清一个误解 那就是范高 并没有在精神病发作时作画 范高在发病的时候 经常胡言乱语 赤地上的泥土 根本拿不起画笔 但是如果你看过他的原作 就会知道 星夜虽然给人一种 天旋地转的感觉 但是笔触却很有章法 这种控制力 对精神病患者来说 是很难做到的 尽管疯狂作画 听起来很浪漫 但是范高 却抓住了短暂的清醒时间来创作 让我们简单地总结一下 范高的艺术生涯 首先 范高的成熟期作品中的色彩运用 受到印象派的启发 但是这种运用 却充满了主观色彩 如果印象派描绘的 是大自然转瞬即逝的光芒 那么范高所捕捉到的 却是他内心世界难以抑制的情感 因此 这些色彩 虽然与传统色彩的原理格格不入 但却给我们 留下了灿烂辉煌的艺术世界 此外 范高代表着西方艺术史上的一个转折 他摒弃美 在线自然 无视透视原理 大胆地运用扭曲变形的手法 突出画家本人强烈的情感 表达他对世界的感受 房龙将西方美术简史总结得非常好 他说 范高的画中 所有的色彩和形象 都必须服从于他的狂野 而畸形地表达 范高开创了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 因此 被誉为后印象派的先驱 正是因为如此 他才能成为画时代的艺术家 范高只花了十年时间 就达到如此高度的艺术成就 但同时 他也将自己的人生 画上了句号 我们最后 要谈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急刹车式的结束 范高之死的秘密 范高的传记通常认为 范高患有精神病 想要自杀 生活是这样写的 他把脸转向太阳 把左轮手枪架在身旁 转动着枪械 倒了下去 把脸埋在肥沃的麦田里 埋在松软的泥土里 回到妈妈肚子里 这种好莱坞电影式的浪漫记录 也许与事实不符 书中有大量证据证明 他死于意外 重担并非自杀 让我们从范高晚年开始 自从戈尔事件后 范高就彻底疯了 每隔两到三个月 才会爆发一次 但是 范高生命的最后一年 是五月中旬 距离上一次发病 只有两周 范高的精神状态并不好 哦 为什么要提前 把哥哥送出医院 本书认为 提要有点急功近利 太想让范高出人头地 1890年初 范高的运气突然好了起来 巴黎的一位评论家 听说了范高的故事 也看过他的作品 认为这是一部 值得一看的小说 于是 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赞扬了范高 使一生 默默无闻的范高 成为了艺术界的焦点 他的向日葵 和其他作品 首次与著名后 印象派画家 赛上一起展出 三月 范高讲述了 他人生中的 第一幅红色葡萄园油画 在五月份 工作邀请和拜访 接踵而至 这个时候 出现了一个尴尬的问题 这样一个成功的艺术家 要不要被关进精神病院 提要决定 把范高送出医院 因为他真的不想看到 精神病院的高墙 阻碍了他哥哥的成功 但是很遗憾 如果范高没有离开精神病院 也许 他就不会死于枪击 时间不长 1890年7月27日 星期天照例 范高背着话剧 到乡下作画 傍晚时分 他跌跌撞撞地 回到拉屋旅店 告诉老板自己中担了 由于伤口致命 范高遗址 在30小时后失效 37岁时辞世 五分 关于范高的死 书中提出了至少四个问题 对范高自杀 和意外中担 提出了质疑 首先 这本书记录了医生 对伤口和弹道的分析 一般来说 自杀子弹的入射角 是直线的 但范高体内的子弹 却是斜着射出的 伤口和子弹 留在体内的状态表明 子弹射出的位置 很远 这就像是范高 被人开枪打死了一样 第二 有很多疑点 如果范高自杀了 那他为什么会有手枪呢 更令人费解的是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找到枪击现场 也没有目击证人 警方开始调查范高 或者说是意外中枪 第三 如果是自杀 那么范高 这个喜欢写信的人 竟然连一封遗书都没有 第四 范高中弹后 告诉调查警察 不要控告任何人 如果他自杀了 范高又何必担心 其他人会受到牵连呢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艺术历史学家 约翰·雷华德 采访奥威尔时 有人告诉他 这些顽皮的年轻人 无意中打了范高一顿 范高为了保护他们 才隐瞒了真相 范高的死 关系到他的整个人生和人格 也关系到这个风靡 近百年的浪漫形象 事实上 真正的范高 并不是一个浪漫的人 因为性格上的缺陷 他经历了两次 职业生涯的失败 他在孤独中 拿起了画笔 创造了一个 不为世人所知的新时代 好不容易混出点名堂 却被误伤致死 没几个人 愿意经历范高悲惨的人生 但范高留给世人的艺术作品 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范高给提奥写了一封信 说 我们心里也许有一把火 可是 谁也不会用它取暖 路过的人 只看见一缕青烟 从烟筒里冒了出来 也没在意 听完了范高的故事 我们不妨 打开范高的话 仔细地看一看那些盛开的向日葵 感受到他生命中的激情与挣扎 感谢观看